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天下足球 各位今天我們有東西玩給各位聽眾 這次又是答問題送球衣遊戲 我們又回來了 這次是我們的天下足球聯同Kid Room Sports的球衣專門店舉辦 這次我們猜什麼呢? 就是猜這個星期六 你能示範得很漂亮 這兩件就是我們的獎品 各一件 港甲球隊屯門的主場和作客的球衣 怎樣玩呢?是否有答問題呢? 沒錯 我們要答什麼問題呢? 就是猜比數 這是第一件 而且要猜李海強、阿強哥 究竟這次有沒有助攻或入球呢? 我們猜哪一場球呢? 我們猜這個星期六的屯門主場對太陽飛馬賽事 大家要參加這個遊戲很簡單 只要上Facebook找回天下足球World Football 第一件事就是先讚好我們的主頁 當然 然後我們遲些就會發出這兩張照片 還有這兩張照片 請大家在上面留言 你的答案 我們就會抽兩位行人 幸運而出來得獎 我們現在回到現場 我們先舉一舉一些球衣 我們真的有實物 為什麼要猜一下 李海強、強哥有沒有入球或助攻呢? 大家知道現在是屯門的進攻的命脈 可以說屯門的入球 都要問一下強哥 加上我們送出的兩件球衣 都是印了強哥的號碼和名字 所以大家要踴躍參加 就像Kate剛才所說的 上回到天下足球World Football Facebook的項目 先給我們一個Like 給我們分享 然後我們會晚一點 今晚教學時間 就會出一個Post 收集大家的答案 大家留言記得鼓底 幾比幾 對太陽飛馬應該也挺激烈 多入球 多入球 Tommy仔的估計 大比分 多入球之外 也可以加上強哥有沒有助攻 或入球 我們以最接近答案 最接近或答中的朋友來講 就在裡面抽出兩位幸運兒 現在原則上屯門的入球 都關強哥的事 很大貼士 剛剛去過星期六 對南區的那場賽事 其實是說真一句 如果不是迪哥的球 撞上柱的話 強哥是助攻武子氣法 所以如果大家猜到太陽飛馬一場 即是 打幾個球 強哥做多少個助攻都對 應該 Tommy仔 這個直接聯想的關係都挺好的 好 今天去到第二節 我們有個新的環節 我們經常一班主持 自己都在這裡量度 有些什麼話題 除了報導的AdHot之外 都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我們量度一個話題 如果可以再來 生命沒有Take 2 但是如果真的可以再來 有某些足球的事件上 會不會改寫 或者會影響一切 或者會一時三刻 即是那個年代都會改變 有很多事情 裡面是一些比賽 或者一些球員 去到某些位置裡面 那個影響是大到 可能他自己也估計不到 自己那個時刻 就當了歷史的代表 又是一個很常常講的例子 碧咸的九八年事件 都是其中一個 如果被他選擇一次 他會不會踢下去 絲蒙來到 這個也可以深究一下 雖然我們今天不是說這件事 雖然不是說這件事 但也跟碧咸 都叫做 有少少淵源關係 是的 我們這樣說 當然大家會聯想到 跟碧咸有關 其實就是 我們反映到一個事實出來的 我們一路就 去一去這場球 麻煩Ivan幫我們披著這場球 我們就一起去 跟大家重溫一下 回顧一下 這場球如果可以再來過 再來過那個 其實不是兩隊的球員 而是這個球證 而是這個球證 即是當日他的執法 是為人所救病的 甚至乎 英文是怎樣報導 He should be 什麼 他就應該是 英文 是 羞恥 羞恥 覺得這個球證 好了 Ivan 你OK了嗎 我們就可以去 過一條片 這樣就跟大家說 我們一直不說 死都不說 我們 現在就告訴大家 馬上來了 一來就看到朗尼的樣子 又看到這位球證先生 沒錯 我們要斟酌一下 就是球證先生 這位拉里先生 米奇拉里 如果讓他再執法 多一次會怎樣 一開球大家看到 其實已經是一些 鏡頭畫面上面 其實藍衣那隊 就是阿仙奴 當日阿仙奴的陣容 即是稍後跟我們講講 大家看到現在 在看視頻的話 就是畫面上面 這個是誰 雷耶斯 雷耶斯 沒錯 雷耶斯當日在阿仙奴 或者是04、05年的球季開始的時候 是相當FIT的FIT 頭九場 連歐聯 已經入了六球球 當時的雷欣斯 或者雷耶斯 可以說是 以為是阿仙奴其中一個 可以拆抄的左翼 這場球其中一個 爭取點 好像 犯規的比較多 而且那些犯規都 幾乎沒有爭議性 當時的阿仙奴 其實都是幾 行雲流水阻的 一隊球隊 最大的問題是 那些攔截的粗暴到 嚇死人 每個人都想著 應該吹 應該比牌 他想不到會反映 就這一球 就看到這一球 龍甲寶充 法律迪南也撞過去 是撞過去的 可以發生 其實單刀球應該給紅牌 這個球應該給紅牌 接下來 加利利維爾這場球 也聽得相當粗 球晴拉里先生有沒有表示 有 拔下來聊天 對 只是聊天 吹吹水 是啊 阿偉拉都已經很不妥了 這個時候 朗利當然是先走過去做戲 我們沒有偏幫任何事情 其實這一場球 你看到明顯 我相信兩隊的球迷 都會覺得 其實球晴拉里先生的執法 真的很有問題 你叫了兩隊球隊長 或者加利仔 阿偉拉 他們走過去聊 其實都沒有什麼 沒有意思 你看看現在誰敢著腳 雷耶斯 雷耶斯當時很健身 他被針對去招呼他 其實這個不奇怪 但去到這樣 大家會覺得已經是 英超去到那個年代 已經技術水平提高了那麼多 還要用這一類型的 所謂的殺傷性的戰術 都幾 老實說 純粹這場球 不是說 一個一路以來的冠感 純粹這場球 其實都幾無恥的 真是 嘩 好痛喔 這一下 唉唷 然後這一腳 你感覺上 是踢人的艾樹里高爾 踢到雲尼士特萊那裡 但為什麼艾樹里高爾 又會這樣抱頭痛哭 躺在那裡 這一球很明顯就是 如果大家再看慢鏡 就知道有些 特別的事情發生了 其實去到 如果大家當時有看現場 尤其是雲尼士特萊這一腳 好像表面上沒有什麼 實際上 其實已經 倒了一下 這個 當時阿仙奴尼 尤其是以左邊 真的見到他很強大 當時的曼聯 是被阿仙奴壓到氣勢下來的 令到很多淵源 加上 如果大家記得 之前曼聯對阿仙奴的時候 雲老四人入十二碼 那個壓力壓了很久 那群球員很想報復 其實那個報復的心態 令到這場球 加了很多火藥味 現在 在我們畫面看到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 曼聯的球員 已經有些忍不住 或者沉不住 因為當時的阿仙奴 那個組織能力 或者傳送 其實都是在一個 幾高的水平 那裡 雲尼士特萊 這一腳 擺到明 我們說的那種 叫做抽水 對不對 其實上半場 你看到 阿仙奴這場 上完作客 其實所佔的攻勢 是比較多些的 這一球 剛剛 大家雙雙倒地 這一球 就五五波了 其實 我們現在刪了一個評述 當地的英語旁述 當年就是 那你肯定給他王牌了 那是艾樹李高爾 這個所謂 是沒有主場之理的 那孟聯是主場 但是 你同樣的判法 如果是要比艾樹李高爾王牌 比A高王牌 那我相信 加利李維爾 你已經出場了 還有李奧菲電藍 也出場了 李奧菲電藍 也出場了 現在計算是停賽 停幾場 這個球證被人批評的地方 就是 執法的程度不一 這一場都可以說 是一個英超球證 表現不好的代表作 英超球證 很多時候都會出現這個問題 就是 好像有些偏頗 或者被人的感覺上 不是很時評 這件事 其實很容易令到別人有錯覺 會不會是 偏頗哪個球隊 其實又再一次有一個難節 是來自加利仔 已經不是 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偶然性 或者是 是一個 他臨時要做的動作 很明顯是之前賽前 其實已經針對加利仔 是要 空硬地攔截雷恩師 是 是要加利仔 針對雷恩師 是嗎 就是去到現在 去到應該這場球 我記得 起碼是第四五腳 才給了棉王牌 給他 這些 這些碰撞 撩得大家起了火 那是撩慶阿仙奴的球員 即是他們深知道 要破壞阿仙奴那種地面的攻勢 你只要令到他們自己 心理上不穩定 是發揮不正常的 在場面上 當時看這場球 是很難看的 因為 很多的停頓 很多的操作 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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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比賽水平減少了 減少了 減少了 因為這一下 其實都是完全不收腳 完全是虛了整份人 這些球 如果以一個正常的水平 這些球 都應該要王牌 這些都不吹 不知道可以什麼才能吹 這個球 好了 構成十二馬的球 當然輸十二馬 就是阿仙奴 蘇金堡 探戴他的手 他說什麼事 我沒有踢跌這個 這個肥仔朗尼 又沒有不敬意 那時候朗尼是 Baby Fat 比較肥 大家看看 其實 如果真的碰到的話 OK 十二馬 十二馬 沒問題 但問題是你看看 他碰不到你 插水 這一球 這一球 都是 如果你從錯誤看 就很插水 如果幫助球證 說話 就是這個球證距離 比較遠 但如果你整個賽事水平 你去 讓人繼續想 整件事都很明顯 讓人覺得你是偏波蠻亂 這個 都幾不能夠接受到的 當時很多球評家 特別是在上半場的時候 有一球是龍甲浦的單刀 那個飛籃撞跌 都沒有吹罰 這個球我都很同意 Tommy仔你所說 就是那個角度問題 如果球證是站在他們 兩個人的身後面 最後這個十二馬 雲腦射入 他鎮備高負 在國球旗的位置 立喊 我想相信很多球迷 都會記得這一幕 可以說足球場上面 其中這一幕 最激情的畫面 但我們回溯回那個十二馬 就是 球證看得不清楚 判罰了 我們都OK的 但我都很同意Tommy仔所說 你整場球演變下來 球證拉你先生 你那個執法的尺度 你就會覺得 這個球 你都是偏幫主隊的盲亂 所以有時候 球證整個執法水平要很留意 這個觀點就是 究竟他要怎樣 在一場球裡拿捏 看到雲家已經被罰了 這場球 這場球是令到 不僅是 球員之間有衝突 其實教練在賽後 或者在球場面 都很不滿的判斷 蘇金堡其中一個 都覺得 很不值 球隊的判罰 蘇金堡當時是正直盛連 整個阿仙奴的後防都穩如盆石 其實在2004、2005年 那屆的阿仙奴 應該又或者這麼說 承接著他們2003至2004 那屆的不敗走勢 49場不敗 到這一場就告終了 很簡單一句 如果這場球 如果孟聯不是2比0 贏了阿仙奴 起碼仍然是 不贏了就是起碼都和了 和了仍然阿仙奴 保持著勢 可能阿仙奴的不敗紀錄 一直延長上去 然後你看著他們的對手 他真的可以突破50 或者60大關 這些都是數字遊戲 你可以這麼說 但起碼 這一場球的勝負 是很影響到兩對球的士氣 為什麼呢 看孟聯這一屆的賽事 04、05年那屆是英超賽事 我們可以翻查資料找到 就是說 好了我們回來了 這樣就是 其實孟聯一開季 第一場就已經輸了 給車路士0比1 接著在那8場隨後的賽事裡 居然是和了5場 和了5場賽事 包括保頓 和保頓2比2 和愛華頓0比0 和暴力觀1比1 接著再扯後的有兩場 也和了米道士堡 和百明漢1比1 和0比0 到這場就叫第10場 那屆英超賽事裡 就是借下了阿仙露 2比0 這也是對於孟聯 開季的 老實說 和五場輸一場 就是頭九場賽事裡 就是拿的分數 其實是很少的 對於孟聯來講 就是爬上來 其實事實上 這一場球 那個士氣 對雙方影響太大 還有 用一種這樣的戰術 去克制住阿仙露 亦都是往後 隨著 之後 就算你說 之後 柏金 退休 雷欣斯那些 離開了球隊 但阿仙露對著孟聯 往往就是被孟聯這種踢法 所克制住 尤其是 這也是其中一個主要點 就是覺得 阿仙露在那一季 又會走下坡 如果我們 貼上今次主題 如果可以讓球證再來一次 究竟他會不會這樣執法呢 其實 都頗值得討論 究竟球證在一場比賽裏面 握著的位置 應該是怎樣做 他若然有 一個兩個 三個 四個爭議 其實他自己在球場上 那個壓力都很大 不知應該要放在哪一個位置 而我作為一個球迷 去看球賽 我想很多球迷都希望 是優勝劣敗 是公平的 不要說是偏棒 但如果踢到這樣 其實不單止是 對球證失望 對比賽的質素 已經很失望 好像是球證主了一場比賽 根本上兩對球 踢成怎樣都沒有分別 如果以一個門外漢 來看 我就會覺得 他是不是收了錢 其實是不會 會有這樣的情況 幸好你說是門外漢 是 有很多人已經直接說 他收了錢 真的很像 我們這個節目 有什麼法律上的負擔不起來 大家要知道 幸好 阿KACE 嚇到跌咪 OK 我們又看看 阿仙奴當界的表現 一開季 其實他們五連勝 在聯賽中 中間輕輕 又是被這頓保頓 搞了兩隊 又和和的 二比二 然後也是連贏三場 其實 可以讀資料給大家聽 他頭九場的賽事 贏愛華頓 贏米路士堡 暴力班 諾域治富咸 和過保頓 然後贏曼城 查爾頓 阿仕東維拉 基本上去到第十場 作客曼聯這場球 其實阿仙奴的信心是十足的 即是他們 爆行的 可以說 因為對上一屆 整屆都沒有輸過球 這樣 這一場球一輸 可以說是 令到整隊球的信心 和士氣都跌 因為跟著那兩場 英超的賽事 如果好像今個星期六 就不知道阿仙奴球 是否足夠 因為跟著下去 輸完給孟倫零比二 這場球之後 他們就和了修咸頓二比二 和了修咸頓二比二 告訴大家 是先落後零比二 最後 亨利和雲佩斯 很辛苦才追回 接著還要再和水晶攻 一比一 接著再有一場 又是對熱賜 那場顛縫鬥狂龍 被摩連盧 以為是曲棍球比數的 五比四的賽果 大家回憶一下 大家的記憶出來 這一場球 開始影響到阿仙奴 往後的賽事 對著一些實力 並不太強的球隊 開始不穩定 換句話來說 其實就是 在足球場裡 四十九場不敗 其實已經是 那個士氣 去到很頂峰的狀態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 那個數字越大 對於球隊的拖累越多 因為那個壓力越大 只要一場失利 就會影響到之後的比賽的信心 毋庸置疑地 這場球 萬聯贏得不太有說服力 但也無可置疑地 這個比數是他們想要的 他們在某個層面上 得到所有想要的東西 在當時 在廢格遜帶領的萬聯 其實他們能夠 贏阿仙奴的方法 難聽說 那一刻 只有這個方法 在一個中立的角度看 都明白廢格遜為何有這個判斷 唯一一個 是令人質疑的 就是為何球勝是這樣 怎樣去看 我自己覺得 以萬聯 我不是說 支持萬聯這種打法 但是我覺得 在廢格遜來說 為何會容許球員這樣做 其實是一種 爛仔球 你不要跟人打技術 我相信林翔的判斷是 你跟他逼押 你不贏他也不可以輸給他 他不是逼押 他是踢 其實逼押 當然他不會叫球員踢人 至於球員怎樣發揮 就是你自己想 真的叫嘉年仔踢他 可能他真的叫嘉年仔踢他 一定是硬朗難節 至於怎樣硬朗難節 他不會教球員踢的 首先說了也不會告訴你 我想這樣說法 其實你可以說得簡單一點 就是可以引用到 就是廢格遜 和廢Sir那種 很強烈的 那種真正的欲望的心態 這件事也是 我們評論萬聯的時候 有時候 為何人腳未必是最好 都可以拿到英超冠軍 這個我們要拜伏 就是廢格遜那種 廢Sir那種很強烈的 真正的欲望 將他自己的性格 賦予到球會 我覺得現在全英超 只有兩對球 是可以這樣 就是雲家的阿仙奴和孟聯的廢格遜 可以將自己的DNA的因子 放在球隊裡 如果從這場球隊去看的話 可以唯一值得讚孟聯的地方 就是他們有很強的 一定要打敗你的心態 或者跟他們說一下 其實當日兩隊的正選陣容是怎樣的 阿仙奴的盧門是列文 右閘羅倫 中堅蘇金堡 高路托尼 左邊是埃瑟高爾 右翼龍甲堡 防中 就是韋拉 接著就是拍著伊圖 接著左翼雷耶斯 前鋒那兩個就是亨利柏金 真是無話可說的 這個陣容 最強的 很勉懷的陣容 當然還有皮里斯 在後面 跟著萬聯那邊 盧門卡路爾 左邊就是謙恩斯 斯維斯特 費迪南 右邊就是加利魯 跟著 還有中間那兩個就是 中長中 就是史高斯 和菲利仔 右邊是斯朗 左邊是傑斯 前鋒就是雲魯 魄魄 魯魯 那看回 如果你數回這些賽事 其實阿仙奴一直 你說如果英超開季頭十場 你說一二三四五六七 頭十場賽事裏面 其實那一屆的最後 車仔以很高的分數 拿到英超冠軍 亦都是摩連奴來到的第一屆 大家記憶猶新 其實一路開季 阿仙奴還是要領著 車路士一點點 當時的球迷也會認為 普遍地 摩連奴的車仔 一來就知道他玩哪一隻 沉患足球 功利要比數 但是還未夠阿仙奴來的 對手都不是先放孟聯 是先放阿仙奴 其實開季頭十場 他們頭幾場賽事都OK的 馬和阿仙奴差不多 平分春色 頭四場他們都全部贏了 包括贏了孟聯1比0 古裝神 很早期的入球 大家會記得 連贏四場 然後就和了維拉爾茲 然後又繼續贏 利物浦 米道時寶 輸過給孟城 又贏了暴力班流浪 即是說就算 這場阿仙奴 輸了給孟聯0比2之後 其實在總的積分那裡 仍然是稍稍正先於車路士 但是問題是輸完這場之後 阿仙奴開始塌塌 有幾場球 應勝不勝而和了 而車路士在這個時候 第十場之後 他們仍然是一路一路贏下去 直到又是和保頓 哇 保頓搞到這三隊 開季第一循環 那時的保頓是 很高查年代 阿達斯戴的那些 完全不是踢球 只是想撞你 好可愛 三場都是2比2 三場都和了 保頓搞了孟聯車路士 和阿仙奴三隊 接著去到 那一年的年尾12月12日 都和了阿仙奴2比2 04至05那屆球 都贏不了 記得亨利也有一個 所謂的固惑的佛球 快開 就是這樣 如果球證 在這場球 稍微公正一點 是不公正的 即輸人 雖然輸了 沒得爭 即是不公正 球證就做得 如果稍微公正一點 判罰 李浩費電藍撞跌龍格寶的單刀 應該趕了出場 你加利仔 你早點給他王太 可能整場賽事的演變不是這樣 他可以控制 其實他可以早點做一些判罰 就可以把場面控制下來 這個其實都很多人討論的話題 就是究竟一個球證 是應該在場球裡面的定位是怎樣 究竟要自己 要怎樣才能令場球最暢順 在以前的年代 其實很少球證會談論這件事 覺得自己是做判罰的 但其實現在這個年代做球證 其實你要做一件事 就是令場比賽 是暢順得進來 是令觀眾也看得到 是暢順的 這件事是不容易做到 否則都不會分到 有些世界級球證 有些沒那麼高級球證 其實人一定有錯 可能他站遠一點 或者是 那個位置看得不太清楚 但是他怎樣控制場面 是可以控制得到的事 我覺得整個英超球證 在入比以前的年代更加差 就是不懂得控制場面 或者不懂得如何按照自己 應該要做的事 很專業地做判斷 而我覺得每一位球證 下場前 他都應該會有心理準備 就是這場球證會怎樣做 這場球證是萬聯達阿仙奴 一定是大戰的 全世界都會很矚目 他相信他都很大壓力 究竟他會跟自己怎樣說 不是說他有沒有收錢 而是他會怎樣去執法 沒有… 換了去看說 我覺得他只是害怕了 我坦白說 他不夠膽被牌 不夠膽去吹罰 只是一味鞠雙手 繼續… 他希望這場球證會很順 因為他不吹罰 沒事吧 任何事都沒事 就要踢下去 但令球員覺得 這樣又可以嗎 我又再撐多一下 那又可以嗎 我先踢多一下 其實他有吹罰 只是他沒有給牌 甚至乎沒有警告 他拉著加利亞過來吹水 不要啦 不行的 我想他的意思是這樣 不要吹啦 然後他繼續踢 同意一點是 你不給牌 球員覺得 我還有一個機會 可以做到一個兇狠的冷戰 但很多時候球證在一些 剛剛開比賽 或者是球員第一次碰撞 就算是有些空間 都不會選擇不給牌 在一些簡單的比賽裏面 但這場是馬聯隊阿仙套 很同意的一點就是 其實這麼久以來 馬聯隊阿仙套 都是頭膽壓裂的 不是打擾 都是有很多很經典的事情發生的 這一場球 或者球證應該要做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要有心理準備 是要比牌 或者是控制場面 其實現在這個年代 大家看了很多大戰 其實都有這件事 就是下去 我今天站出來 就是跟大家說 我要控制這場的場面 我不要有任何 不應該出現的事情發生的 這件事 球證的訊息很簡單 還有在賽前 其實球證可以跟雙方隊長先說 你們今天兇狠一點 我們馬上比牌 要很簡單地說這些 也不是不公正 因為是在相同的立場上 所以球證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這場球很明顯 球證沒有做到 是的 可能做了很多其他事情 老實說 整季的賽事演變下去 這場球對阿仙套的影響實在太大 除了說 往後 可以這麼說 往後那幾年對著孟聯 都真的協助他們這種 壓迫殺傷的踢法 我們就想 你孟聯對著巴塞龍拿 你又用不到這一招 可能巴塞真的實在太高了 有時孟聯對歐洲賽場 又少一點 有時對黃馬 又入球那場比賽 其實他們都不會有得很兇狠 只能偶這麼說 Tommy 在阿仙奴未高到黃馬 巴塞的級數 或者他特地對阿仙奴真的這樣 或者特地 老實說 純粹在這場球反映就很離譜 絕對在這場球反映 又引申了幾個問題 有很多普遍的球迷經常都說 猛亂 有時英超拿到好成績 其實球證的幫助都很大 如果我們很短張取義 拿這場球來看 百分之一百 這個講法是成立的 對不對 你這樣你怎麼不吹 你很廢電男嘉利仔 你飛臘仔 你走過來吵那麼多 我都可以給你黃牌 對不對 很多朗尼的小動作 雲尼士多雷 那天踢下去 A高那裡 那些都是直紅的 其實都是 你起碼 說真的一句 抓你先生 如果你是公正判罰的話 你不走最後九打十一 或者八打十 我當在說A高出場 陪你玩 說真的一句 那你到時誰贏 不贏的話 我們那個八八紀錄可以 我講了不好意思 阿仙奴 我不是主觀這件事 而是純粹這場球的反映 亦都是脅到下去 在第二循環 阿仙奴回到高貝利球場那時候 上半場領先到孟聯2比1 但到最後告訴大家 那個比數是輸2比4 在主場輸2比4 輸給孟聯 我想是近十幾二十年來 在阿仙奴和孟聯之間 都是挺古怪的比數 這個古怪是 完全當天看球的時候 我看完這場 更加不舒服 那一場輸0比2 就是拉你執法不公平 因為 是很無奈 看到阿仙奴的球員 完全是下半場跟得了 孟聯的球員 就是那個心態 是上半場領先之後 居然是害怕的 有一點點怯的 球證那場球是吹得好的 我忘記誰 再翻查一下 球證那場球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心態有些十五十六 但出得來走 預了要還 在2004、2005年那一屆 竹中杯 決賽就是孟聯對阿仙奴 大家記得 大家會說 孟聯這場球 不贏不抵 那杯是硬要被阿仙奴拿走 為什麼 孟聯是攻擊了 又中未中處 阿仙奴那杯 是捱到最後射十年馬 捱回來 射十年馬就贏了 那這些就是 當作爪數 我只能夠這樣用一個 很無理很無常的解釋 這兩場聯賽 第一場你贏了 打低了一個不敗紀錄 那你就 竹中杯 告訴大家 這個竹中杯對阿仙奴來說 有多大意義 七年無冠 對上一個冠 就是這個竹中杯 其實是捱回來的那個 對不對 如果那一屆 他不是這樣輸給孟聯 可能 由我們一切推倒來再想 可能捱中杯 又未必是阿仙奴對孟聯 是啊 可能八年無冠 幾恐怖 如果你再想起 那些 求證判佛之後 還給他 我想起 車路士另一個例子 當年歐聯 對著巴塞熊 又是被人 又踢又打 都沒事的 巴塞 最後 喊被踢到 到奧巴都瘋了 大家記得 波力克對著球證 怒敲的畫面 很印象猶新 但最後 是還給車路士 一屆冠軍 就還給車路士 到奧巴不用擔心 所以真的 有一個循環 說回那輛英超 最後車路士95分 高分奪冠 當時車路士很厲害 他們得失球差也有57球 整屆聯賽 真的恐怖 那一個都可以說是換了年代 就是這一季 由阿仙奴年代 轉了摩聯奴打領的車路士 實際的年代 這是一個轉變 阿仙奴那輛排第二 有83分 但入球最多 他們這麼多隊英超 都入了87球 孟聯 其實那個防守力 都真的不錯 可能因為這種戰術的關係 失了26個球 都是排在車仔後面 就是失球第二小 總分77分 叫做回到第三位 在這一屆 再對上之前 雲家來到的 對碰 費加遜的年代 從未跌出過前兩位的阿仙奴 這一屆之後 有很多東西在轉變了 即是阿仙奴 開始 好像韋拉走了 可以開始 球都跌落 去到2005、2006年 那一屆只有第四個終點 有很多東西都是 在這一場球 引伸到下去 季尾拿到足中盃 但是很多東西都已經是 揭不回那個勢 已經是 不過很難說 始終真的在阿仙奴的高峰 即是 作為阿仙奴的球會本身的高峰 去到一個高峰 一定 你要在現在這個階段比較 就是很困難 但相信有一件事就是 就是 很多人都形容 球會之間 都是有一個十年的時間 即是你 不會是 在一個這麼高的水平 在一個這麼長的時間 都會覺得 一個回落之後 是另一個高峰的上升 希望兩隊球隊 都會有另一個高峰 快點 其實現在這個 暫時在今天看的 這兩隊球隊 都不是真的好像 2003、2004年那麼厲害 而這一屆聯賽 就說真的 律棚雙爭 如人得利 可以這麼說 其實 車路士用摩連盧 是否可以這麼快 拿到聯賽冠軍 其實是一個問題 即是回頭再踢一次 萬聯不是這樣踢到阿仙奴 那麼傷 阿仙奴還在那裡 你車路士根本上 未必可以有這麼幸運 這是我自己想回頭 同樣道理 阿仙奴也因為 這一季開始 看來沒有什麼進帳 另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來多一次 如果雲家會不會來多一次 踢回那一場 會和萬聯鬥硬 鬥硬 鬥硬 咦 真是 現在呢 如果要現在的班底去踢 有可能 因為現在我們經常說 這件事就是 保特組副領隊之後 他收拾那個後方 其實硬了很多 他真的有資格跟你硬 但當日那個班底 雲家追求的是一種 流水行運的華麗足球 好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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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是不會跟你凶狠的 要用勢利的東西 撕破你 這件事是引以為的 那件事 浪漫都不能 但是我很想看他們兩個硬撼 都有硬撼的事情 就是 威拉斗堅尼的時代 就多些硬撼的東西 硬淺一點 有一段片 我們將來有機會 放給大家看 就是他們在更衣室通道出來吵 那段片 都很經典 那時他們一出 鬼拉同堅尼 就有東西看的了 剛剛AA說 車路士還可不可以拿冠軍 我看都成數高 因為那架 其實以摩連奴的實用主義 1比0 那架在英超38場賽事下 有11場球1比0 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要的東西 其實反而不難達到 很多時候觀眾都很不習慣 之前在阿森有很多球賽 但是突然轉了一個年代 就是1比0就夠了 之後就控制不攻 但另一個轉變就是 整個球壇都轉了風氣 其實進攻是會被實際的足球打破 實際的東西 實際的東西 實際控制到的東西多些 摩連奴就展示到 入球之後做防守 冠軍就會有 還有BIG4這個定義 不是車仔的崛起 其實都不想做什麼 之前一直都是阿仙奴猛亂 只是加入了車仔 之後三隊很難說 然後就再拔了一隊 但第四隊就是利物浦 那時候就是這樣 利物浦那時候陣容差一點 但那時候利物浦的戰績不是大差 那時候利物浦還有一個很強的士氣 令到可以和這三隊球隊 有一個很強的周旋 那時候的BIG2變成BIG4 已經令到很多人覺得 英招好看 誰不知現在BIG4變成BIG7 其實都不知道是不是好事 OK 我們今次的這個 如果我可以再來一次 我覺得這樣比較親民 來到這裡 下一節會跟大家說說 稍稍回顧一下 剛剛過去的世界杯賽事 還有本周有什麼聯賽事要留意一下 我們待會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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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